乒乓大满贯得主李小霞公开承认怀孕,被誉为地狱级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正在辽宁安山举行,而在9月12日的比赛赛场边出现了一位曾经球迷非常熟悉的面孔, 那就是曾经的乒乓球大满贯得主李小霞与以往不同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李小霞的小父明显隆起一似怀孕,而随后网友的爆料,随后得到了李小霞本人的证实,李小霞在社交平台公开宣布怀孕,而且让球迷意外,可是李小霞还表示,40天后就将迎来预产期,被誉为第四代大魔王的李小霞在去年宣布退役后, 随后在8月22日和辽宁南拼主教练第一名领政结婚,当时刘诗恩、丁宁、方伯、陈梦、马龙、许欣、郝帅等一众巨星,中国乒乓球队可为全体出动到场祝贺,方伯和陈梦更是领衔伴郎伴娘团,随后李小霞淡出球迷事业, 本周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辽宁安山举办期间,作为辽宁南拼主教练,第一名率领辽宁乒乓球队正在为争夺冠军而努力, 在来家养胎的李小霞听着8个月的运渡到现场观战,不仅给老公执掌的辽宁队加油, 还不忘给自己曾经的母队山东队指导一番,甚至还为陈梦当起了场边指导, 不过可惜的是山东女队还是2比3不敌辽宁女队无缘冠军,当年李小霞正是在山东队训练成长, 之后进入国家队,并最终成为奥运冠军,纵观李小霞的整个职业生涯, 现年30岁的李小霞,被称为第四代乒乓大魔王,从2008年获得世界杯女单冠军开始, 2012年获伦敦奥运会女单和女团两枚金牌, 2013年再次斩破第5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单冠军的同时,成就了大满贯伟业, 在2013年全运会上李小霞再次获得冠军,成就全满贯伟业, 随后2016年的李约奥运会,李小霞再夺乒乓球女单亚军和女团冠军, 之后宣布退出国家队,并于2017年宣布结束职业生涯, 如今仅仅一年的时间,李小霞与李一宁的爱情结晶即将诞生, 也许会是下一位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呢, 不过李小霞却实言了,在去年9月份,已经退役的李小霞还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, 2020等着我,而且一度还出现在全运会的参赛名单上, 如今临盆在即,看来李小霞付出参加2020奥运会的可能性, 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,而女拼的五位大魔王邓亚平、 王楠、张仪宁和李小霞这四位结婚生子,真是国庭大喜事, 如今还有第五代大魔王丁宁没有结婚, 而且,28岁的丁宁至今单身,作为目前国庭一姐, 丁宁暂时没有退役的打算,如何评价这五位女拼运动员呢? 欢迎留言讨论,支持中国体育,欢迎关注忠诚家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